最近我们很多学生收到了非常多的offer 这些offer里边我最高兴最兴奋的 有几个服务时间非常长的同学 开始的起点是比较低的同学 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 可能原来不敢梦想的这种结果 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时间和机制会带来非常好的教育的结果 今年有五位同学 都是我们服务了四年五年的 而且是从社区大学 或者是很一般的学校开始 通过转学到了很好的学校 由西北大学传媒 南加州大学传媒 伦敦政经 硕士录取 哥伦比亚大学的TC 罗切斯特大学 和威斯康星买特逊分校 还有一个同学申请了八所院校全部录取 这个同学在最开始找到我们的时候 他的托付成绩只有63分 63分是啥水平 那就是一般的这种四年制大学 他可能托付要求都是达到80分 但是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努力 这有时间的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好机制 可能很多听我讲多的家长 说你陈老师怎么老提社区学院 我并不是说让所有同学都去社区学院 但是对于一些开窍晚的这些同学 他其实有这种机制的教育的体系 是非常好的 这好机制并不只是社区学院 比如说在美国读高中 然后升美本 到社区学院转学 或者到文理学院转到哥大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本科 到很好的硕士 对吧 他都是这样的机制 因为在美国的教育环境里面 录取 他是全方面的来评估 比如这位同学 他在社区学院拿了GPA的3.99 有人说 社区学院你这课好拿 你的同学都不怎么样 但是你最后转学的时候 他就看你的GPA 对吧 你社区学院拿到3.99 和你在皮大拿到3.99 在转学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他通过在社区学院 努力本科就进到了UCLA的WE 这是一流的专业 所以我就总结 第一 你要有一个让孩子 能够一步一步提高的 这样一个教育的机制 这种机制 的确在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综合评估的 阶梯上升的这样环境 它存在 第二点 我想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时间 这些同学 都是在后人服务知识体系下 一块工作了 有4年以上 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 给了学生很多的支持 而且学生动力也激发出来 因为他有正反馈 然后也有一步一步提高 孩子就能知道 能够达到更高的目标 家长在这个过程中 也很支持 你如果说我们给什么建议 孩子家长都不听 这样也不行 有两个家长都特地来给我们发感谢信 都说这个结果是原来想不到的 你说他托福63分的起点 最后拿到三个腾校加WE的录取 所以不是说我就这么喜欢社区大学 对吧 就是说他有这样的机制 确实能够帮助到很多的学生 让他们达到一个教育的成就 实现教育的梦想 那么你就是通过一个机制 一个是时间来达到的结果 这不是一个个例啊 今年我们有很多的学生 都是最后达到了非常好的结果 我也很为他们高兴 也很为他们的家长感到高兴 而且呢 我和我同事作为他们的导师呢 也确实感到自豪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是陈尔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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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